嗨大家好我是董杰安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換木吉他的弦 分享一些我換弦的小訣竅 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要來介紹工具的部分 當然要有吉他以及新的弦 接下來要準備寫口前 調音器以及捲弦器 捲弦器的部分除了購買手動的以外 還可以購買小型的電鑽 外加一個捲弦器的頭 這樣會讓操作過程更加的有效率喔 這邊有工具列表 大家可以自行暫停觀看 換弦第一步就是要把弦給卸下來 首先我們要鬆弦 只要轉動琴頭上的弦鈕 將弦放鬆到一個柔軟的程度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在12格左右的位置 將弦給剪斷 然後利用寫口前將琴頭上的弦夾住 慢慢的將弦給旋轉卸下來 這樣可以防止弦在卸下的過程中亂彈 避免弦勾到自己的手 如果勾到的話真的超痛 在卸弦的時候真的要非常小心 把弦卸下來以後 我們也可以像畫面這樣子 把卸下來的弦卷成小圈的形狀 方便我們後續的處理 在琴森的部分 我們則是要把弦鈴給拔下來 你可以先用手去拔拔看 用手拔得起來就直接用手拔沒有關係 那如果發現有太緊拔不起來的狀況 我們可以利用寫口前 輕輕地將弦釘卡住 然後利用槓桿原理 將弦釘翹起來 卸下來的弦一樣可以捲成小圈 方便我們後續的處理 弦卸下來以後我們就可以依照各自的需求做清潔的動作 清潔的動作主要會有琴森的擦拾 還有紙板上的污垢擦拾 其實主要會是在紙板上的污垢擦拾啦 因為我們在彈奏的時候 手會有很多手汗以及污垢 那這些髒東西它會卡在紙板上 那久了其實就會像畫面這樣子 會髒髒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購買一些清潔的用品 然後趁換弦的時候來做擦拾的動作 你看擦完了是不是像新的一樣啊 在清潔完以後 我們就可以接著把弦給安裝上去了 首先我們要依照弦境 將弦安裝到正確的琴森孔位上 接著我們要插入弦丁 這會有幾點要注意 首先是弦丁上面的缺口 我們要讓這個缺口朝弦的方向 然後弦要往上拉 弦丁要往下按 主要是要讓弦丁扣住弦尾端的圓圈豆子 像畫面這個樣子 讓我們接著多看劍吃飯 接下來就是要把弦安裝到琴頭的旋鈕上 我的習慣是會從最粗的弦安裝到最細的弦 要特別注意一下弦跟旋鈕的搭配 這不能弄錯 而將弦安裝到琴頭的過程會比較複雜一點 首先要將弦穿過旋鈕上的孔 並將其拉直 接著右手捏住上弦整的弦 然後往琴身的方向放鬆1.5到兩個格子左右的距離 固定好這個距離以後就可以開始將弦轉緊 而在轉緊過程中的訣竅 首先第一步是將旋鈕轉向180度 然後琴身上的弦就可以反方向的用力拉緊 將其卡死 我們要將琴身上的弦一直往下的纏繞 主要會有兩個時刻特別要注意 第一個是在轉180度的時候 琴頭上的弦跟琴身上的弦會第一次相交 這時候就要注意上下的關機位置 接著是轉360度以後 又會相交第二次 這時候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琴頭上的弦跟琴身上的弦的上下關係位置 只要上下的纏繞關係是正確的以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的將弦轉緊 不過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時候還不需要有正確的音高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緊度 我們就可以換下一條弦繼續安裝了 接著讓我們多看幾個示範 除了弦在弦柳上上下纏繞的關係要注意以外 弦要順時針纏繞還是逆時針纏繞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只要正面看著你的吉他 右邊的弦鈕 我們就要將弦纏繞在弦鈕的左邊 而弦鈕在吉他的左側的話 我們就要將弦纏繞在弦鈕的右邊 再讓我們多看幾個示範 弦到安裝上去以後 接下來就是調音的部分 在前幾次的調音 我們只要粗略的調過就好 他並不需要太準 因為後面的動作都陸續的會影響張力 進而影響音準的變動 所以前幾次的調音 我們只要粗略的調到附近就可以了 在粗略的調過一次以後 我們就可以將琴頭上多餘的弦給剪掉 然後做二次的粗略調音 接下來這個動作比較特別 是我們樂手常做的事情 因為新的弦 剛上到吉他上的時候 他的張力還不是非常的平均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樣拉扯的動作 去平衡他的張力 進而讓弦在吉他上 呈現更穩定的狀態 如果你覺得用手直接拉弦會不舒服的話 你也可以用一個琴步墊子 這樣在拉扯的過程中也比較不會痛 會舒適一點喔 在拉扯弦以後 我們就可以做比較正式的調音 如果你想要更快速的 穩定弦的整個狀態的話 拉扯的動作甚至你可以做到兩三次喔 最後最後不要忘記收穩 這些剩下來的弦 我們都可以把它捲成小圓圈 然後丟到空的袋子裡面 再把它丟到垃圾桶 這樣子這些弦就不會在垃圾桶裡面亂刺 增加你丟垃圾的困擾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對你們有所幫助 讓你們在之後的換弦能夠更快速更方便 想要看到更多有關音樂或是吉他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董傑安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們的影片見面 我們下載一點 我們下載那個影片見面 我 sitzen在這裡 這次的影片見面 跟我們下載的結束 by bwd6